中國駐澳洲大使成經業即將離任 中方沒有透露他之後的動向 中國駐澳洲大使館網暫時 已經出任大使五年的成經業 近期向澳洲政商界等辭行 成經業認為目前中澳關係困難局面 令人痛心 希望兩國雙向而行 以互相尊重平等護理原則克服障礙 共同努力推動兩國關係早日重回正軌 澳洲外長佩恩出席參議院會議 透露疫情至今一年半 他沒有跟成經業直接聯絡 他本人沒有直接跟成經業道別 但他的辦公室職員上星期曾聯絡過對方